美宇封面报道 中部地区陆续传出灾情 其中清水国小的操场围墙 地面出现掏空 不但整个倒塌 还下线超过了一公尺深 校方紧急拉起封锁线 避免小朋友闯入而受伤 而校园后方一整排的民窄 也同样受到影响 包括地板、墙壁以及瓷砖等等 全部都出现军裂 众人把矛头直向一旁的施工建地 怀疑是建商不当开挖基地所造成的 一整排的围墙倒塌崩落 旁边的地面更是出现下线的情况 深度几乎达到一公尺 受到首波美与蜂蜜影响 清水国小传出围墙塌陷灾情 现场直理破碎 一旁的跑道也都无法使用 校方第一时间也紧急拉起封锁线 避免有小朋友闯入受伤 马上拉了两条的警示线 然后对刚好昨天是小朋友在中午就已经放学了啦 所以我们就也在外面推贴公告 然后并且呢马上跟建商联系 来勘察这个场地 一再来回的巡视 希望灾情不要扩大 并且注意到这整个 是不是继续演变下去 会到达什么样地 我们又请跟专家联系来做鉴定 同样也受到影响的 还有在校园后方的一整排名宅 屋外的地面不但下线裂开 屋内的墙壁瓷砖更是出现均裂的现象 消防和住户认为这次的灾情会这么严重 可能跟一旁正在挖地下室的建案有关 大家怀疑建商因为施工不慎 加上瞬间大雨 才会造成地层严重下线 出来有这个做到这都灾了 都灾了 三楼的还更严重 三楼的那个冷干都灾灾了 本来就有下线了 今天还含着来看里面 几乎几乎看 那里的瓷砖 灾了 那里的瓷砖 住户也必须了 那里的不怕 他叫我说就在流太大 我是说你大 是要打一还是要打两个 你打一离拜 你还是就再打一顿 这个不是办法 居民也气愤的表示 其实地层下线的问题 早在四个月前就陆续发生 住家前的道路也都裂开好几次 围墙更是严重倾斜 尽管建商来处理好几次 但这次大雨让状况更加严重 因此希望市府相关单位 能够出面帮忙 要求建商必须在问题解决之前 不能再施工 记得陈伯涵 台中采访报道